众所周知神社就是日本的象征,他们或隐藏在静谧的山林,或在人潮涌动的闹市镇守一帮净土。 这些古朴的建筑吸引无数游客前来参拜,除了祈福外,在神社拍照书片效果也非常好。 好,下面小编就为大家推荐日本十处神社,每一处都隐藏着无法人说的美,在这里拍照,分分钟刷爆你的朋友圈。 贵船神社,京都土贵船神社,是位于京城北年自安玛山西路的古老神社,具体创建年代不祥,原为共奉山林水泽守护神的神社。 夏月神社那绿样然,火红在苍村中更显艳丽。 每年一至二月大雪纷飞的积雪夜,这里都会举行叠登仪式,珠红色的灯台在大雪覆盖的参刀上投下橘红色的影子,树木与灯光交织成奇幻的夜景。 灯火,灯雪,石头随手一拍,都是不时人间烟火的模样地址,京都府京都市左京区安玛会传丁,187列木神社福刚线链。 木神社位于福刚线链后市,以水仙千满空的附属神社的方式所建立,是日本全国唯一的恋爱开育神社。 据说这里地址良缘的神迷相当灵艳,每年都有大批游客前来参拜。 整个神社都洋溢着桃鲜的气息,粉红色的色调,让人觉得爱意满满。 从水仙千满空本殿到烈木神社的这条路,叫做烈参道,传说沿着新型石头,一路向前抵达玉神殿,就能达成心愿。 这里也是烈木神社的著名拍照打卡点。 地址,福刚线链后市水田62比1,烈木神社穿越冰川神社齐律县,齐律县穿越是一直有着小江户的美丽。 这里有一座金节园被人们熟知的穿越冰川神社,是日本初一时期的热门参拜神社之一。 每年七、八月份酷暑之际,神社内都会举办节约风铃祭。 约节风铃回廊,上吊挂着五颜六色,阴色各异的江湖风铃,他们随风铭响,在阳光下经营剔透。 穿着和服,在风铃长廊里随意摆拍,似乎已成了许多女生。 PIP这里的主要原因,地址,齐律县穿越是宫夏宾2113福建道河神社京都府 位于京都的福建道河神社,是日本三万座神社的总社板工,也是来日本必打卡的景点之一。 神殿后的珠红色千本鸟制紧密排列,暗红色的排放在阳光下进现神秘,在光影交织的深道上缓缓而行。 默然回头,美帝仿佛梦里才会有的绝景。 找准角度,按下快门,每一次定格都是予以非凡的瞬间。 地点,京都府京都市福建区深草走之内,第六十八福建道河大社香根神社,神奈川县,距离东仅仅需一小时左右的车程,人气光光的香根已然是港日的必去之处。 这里除了温泉,陆之湖的香根神社,也是人们来这里必游玩的项目。 神社内的巨大鸟居,是摄影的绝佳经典,珠红色的鸟居,矗立在壁波之上。 与远处同红蓝霞交相辉映,一山到水之井无需修饰,只是静静站着,都能排出大片的效果。 地址,神奈川县足柄下却香根丁,原香根八十比一元乃于神社山口县元乃于神社,位于山口县长门市,被美国ZNN列为日本最美的地方三十一雪之一。 这里,123座珠红的鸟居,绵延不绝一路延伸到海边,在蔚蓝海水的映衬下,显得庄严神圣,沿着山路十几而上,就像在梦境里穿梭。 另外,在神社参道上设有一个被称为日本最南方的赛前乡,据说,只要能顺利将香油钱投入,愿望就能成真,可以去挑战一下。 一望无际的大海,满眼的绿树橙门鹰,还有火红的鸟居,别具一格的圆满于神社之美,使其人气高居不下,打卡拍照的人,更是络绎不绝。 地址,山口县长门是有古金黄498元,来于神社伏木神社秋田县,位于秋田县卫视田和湖畔,隐藏着座。 小小的神社叫伏木,又称汉茶宫。 这里曾是韩剧《阿尔斯》拍摄拍摄地之一,可爱小巧的神社,正守在碧水庆山中,守护着这帮水土。 神社旁有个金色的少女像,叫陈子像,传说陈子为了得到了永不凋零的美貌,投身入湖,最终化身为龙神守护着田泽湖,因此,这里也有永湖水沐浴会变漂亮的说法。 地址 地址 旧田县县北市西木丁县明寺自西于高春月大社奈良县春月大社,位于奈良县奈良市,是全国春月神社的总神社,有着永久的历史。 1988年于东大寺和新福寺一起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,是奈良光光的毕达地。 本店珠红色的回廊起立中透着神圣,以蓝天作背景,与浅草山的绿色交织成一幅色彩浓郁的画作。 当然还有春月大社旁的陆群,他们是神社的使者,万顺可人,一点都不惧怕游客。 与小鹿互动嬉戏,每一次抓开都是感动瞬间。 地址 奈良市 春日也定160间元神社,鹿儿岛县间元神社神社。 位于鹿儿岛县鹿儿岛市沿海附近,巨大的珠红色鸟鞠在壁波的映衬下非常醒目。 当地人亲切地称奸元神社为框亭天神,暮色时分,找潮的海水淹没神社旁的沙滩,红色鸟鞠和夕阳交相辉映,景色非常迷人。 地址 鹿儿岛县鹿屋是天神丁,4014钢旗神社京都府钢旗神社,位于京都府京都市,是皇母先皇于西元794年迁突平安京时,在四方之卯建立的神社,有着永久的历史。 这座神社被众多的日本网友称为兔子神社,是因为卯在地这里对应的正是兔,所以神社内到处都是兔子的元素,而且兔子繁育力很强,在这里参拜也有早生柜子,安全分别的寓意。 和室内卡巴依的兔子合影,是大家来这里不可错过的乐趣之一。 地址,京都府京都市左京区钢旗东天王丁五十一怎么样? 这些美丽的神社是不是很撩人?快带上相机和小编出发吧! 。 。